猜忌 你们咱们干这事 他说我干啥事 他都招了 怨恨 有个笑的有个恐 我都精神病都崩溃了 兄弟反目 在大街上打的这么贵的 后头我脸打的跟血红的这 挑衅 我回家我就剁你们俩 报复 一击致命 没有给被害人反抗的机会 一夜成仇 一盒盐一盒盐 一盒盐一盒盐接仇 夜宪即将揭开亲兄弟之间的 恩怨情仇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在吉林省松原市 前锅县 有一户人家 父亲早逝 一个妈妈带大了五个孩子 其中的那个大儿子呢 一直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弟弟妹妹 所以在外人眼里 这是一家母慈子孝 胸有地宫的好人间 可是就在2017年的1月21日凌晨 家里的老二 被刺死在了老大家的窗根底下 此事大哥绝对逃不了干系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 恐怕这个家庭不像他表面上看上去 那么和谐和平静 一起来看 2017年1月21日凌晨 松嫩平原的气温低迫零下20度 前国警方默黑 找到报警人于大家的时候 发现于大独坐在炕头 没有开灯 有一个陌生人 神经半夜的 把我家玻璃砸碎了 他不敢开灯 因为他怕一开灯 外边能看出里边 里边看不着外边 前国警方发现 余家后院厨房和前院东屋的玻璃 都被砸坏 川塘风肆虐 屋里比屋外还冷 前面玻璃整个得有 两米成 两米五吧 那么大玻璃 整个一份玻璃全碎了 后边玻璃就碎一块 窗窑啊 有连着那几块碎茶 第一个玻璃茶 按照惯例 民警们马上开始拍照取证 到前屋玻璃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 照不清 之后我们就让他把那个 前面那个暖棚那门斗 就把灯打着 重新照相 等再照相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 相片里多具尸体 有个人 这咋回事儿这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是谁呀 谁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兄弟 我兄弟 你兄弟是谁呀 大刀子 大刀子呀 你看 看看去看看 从这儿去一张 我兄弟 这是马 大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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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行了 受伤 不行了 不行了 但是地上有一小碳血迹 创台有一碳血迹 它的致命伤呢 是进步的 左动脉 破裂 视觉修科性死亡 这是法医报告上面著名的 当时我们问他 这人是谁 他认不认识 他那个余大公 我说他是 他的弟弟叫余三 好像精神 有点吃产 让他详细看一下 到底是谁 余二和余三 他俩是双模胎 但是余三是精神不正常 但余二是 搬离本屯五年 所以他进一步确认 确认是余二 是不是你第一砸玻璃 我不知道 我没开灯 天黑 我们第一砸死人家窗外 不知道 警察来之前我没有开灯 我不知道外边躺人 余大称 余二在外地打工 五年没回过家 那他怎么就出现在了余大窗底下 杂余大驾玻璃的是余二吗 民警们找来了一个关键证人 这个关键证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 他是民警们接到报警后 在出警路上捡到的 快到四分十二的时候 发现一辆出租车 因为凌晨一点多了 我们农村半夜车都很少 基本上就没有活动了 到九点 晚上九点以后 基本家家都睡觉了 这辆出租车当时就很可疑 零下二十多度的地温里 偏僻的山村出现了一辆出租车 凭着执意的敏感 民警叫停了出租车 有可能这车是拉的是 当时杂伯磊的嫌疑员 或者不是这出租车司机 也可能是这出租车里边 拉的某一个人坐下 叫停了出租车之后 发现车里边一个司机 拉一个小孩 然后出租车司机说 我是拉着爷俩过来的 出租车司机说 那个乘客下车之后 就开始喊让那个院里人出来 就开始砸玻璃 然后出租车司机 感觉情况不好 就跑到卖店门口等着 出租车司机确认 倒在窗户底下的死者 正是打车的鱼二 砸于大家玻璃的人 也是鱼二 但是他并不清楚 砸了玻璃的鱼二 怎么就倒地死亡了 那么鱼二会不会 死于飞溅的玻璃碎片呢 左侧颈动脉处 砸玻璃到不了他人那个高度 到不了颈动脉的高度 这死原因应该是外力 锐机伤致人死亡 经过细致的现场勘察 前国警方有了更多的发现 如果是由屋外向屋内砸玻璃 碎屑应该在 大部分在屋内 由屋内向屋外砸玻璃 碎屑大多数应该在屋外 但是它有了 整个窗户的玻璃 有将近一半以上在屋外 屋内呢 这个窗帘有个洞 一看就是一种锐气击穿产生的一个洞 是竖开的 是竖开的一个缝 然后有破开的那个边 毛边 这个洞呢 是在窗帘的右边窗帘 偏中间一点位置 就是正常它这个窗帘是拉盒上的话 这个被击穿的一个位置呢 应该是 就是说这个窗户正对的一个位置 这中间那个大窗户正对的位置 我们怀疑是一种锐气击穿窗帘 造成窗外这个男性死亡 按出租车司机的说法 鱼二砸玻璃时高喊着于大的名字 于大却说并不知道砸玻璃的人是亲弟弟 案发现场曾出现过致命的利器 于大却识口否认 另外出于大外 于大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西屋 一家四口对鱼二的死亡都没有太多激烈的反应 诸多细节都不合常理 于大的当时表情非常沉稳 非常稳定 没有明显的激烈反应 但是表现 唯一表现一点不足 就是一盒烟一盒烟 一盒烟一盒烟接抽 抽烟比较贫 非常频繁 随后于大被带往前国县公安局洪泉派出所接受训问 于大1975年出生 是囤子里出了名的老实人 跟我们陈墨儿呢有个半小时左右吧 期间跟我们要了几根烟 说到里面他也都听了 也很好答应 最后呢 自己说了 我全给你们说吧 于大说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凌晨一点多 他正在东屋睡觉 电话铃响了 睡觉睡得迷糊的 完了请电话响一接 说我妈打电话了 说这二伯一回来了 说找你 说要整死你 我家的人 他都没有回来 他回来 回来 杀你了 这边都见血就这么化 我赶紧给电话撂了 赶紧我就传医生 这边呢 那边电话刚撂 后边玻璃就响 当时我就吓得 我就赶紧就去过海了去了 后院厨房玻璃碎了之后 鱼儿绕到前院 强行破坏了暖棚的塑料膜进入 并砸开了 正对着东屋看头的一面大玻璃 那哗啦 那里嘛 那心吓得 人家都说不定能感觉 说不定能感觉 我说老婆快报警 快报警 我根本我就不会拨电话了 完了之后 叫我窗下寒 说你除了我整岁 我就寸他那个声音去炸一下 而且是半夜下 没打灯 屋里灯没打 窗户帘还没拉 就隔着个窗户帘 鱼大随手抄起来 是一把自制的扎枪 在东北农村 这是一种常见的工具 农村的那种扎青 家家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揽劲 这样是多 一个钢管 前面焊了一个尖头 干嘛使得呢 干一些活也可以用 你后家看圈也可以的 我去拿那东西向下扎一下 向下走就得了 再就是摆进屋了 摆向上这个摆向上那个就得了 他说的是 我当时和鱼二中间就隔了一个窗帘 我能听到鱼二跟我说话 你出来 我也能寻找这个声 能定在他在哪儿 而且手里拿这个扎枪是致命的东西 它不是棒的 也不是其他那种顿气 他很 他心里清楚的知道这种锐气 会致任于死亡 他也放着这种结果发生 把这把扎枪送回去 扎在了原海人的警战 把扎枪扎出去之后 没有动静来 他应该能感觉到 说这人已经被扎伤过来扎死 我没想到扎案 毕竟是哥兄弟 你奶同胞 而且还是说不好警 那就是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一手把他拉不大的 而给他娶妻生死 这一击直接刺中了鱼二的警动脉 鱼二当场没了声音 鱼大没有开灯 也没有出门查看 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中 他的亲弟弟渐渐没有了呼吸 现在传上就是啥意思 你就说鲼老大是正当范围 说上他们家坐下了 拿刀要杀他 他哥哥说是个那个窗户里 他个外边他个窗户里边 说是也没看着他 是什么黑心的 他说就个扎墙是什么 所以也没看着他哥哥 就往外一扎 所以他扎了 我听说是这么意思 鱼大说 鱼二已经五年没有回过屯子里了 那么鱼二为何一回来 就要砸亲哥哥家的玻璃 为何鱼大母亲会打电话 让鱼大出去躲躲 这对亲兄弟之间 有何过节 死者的母亲跟我反映一个事情 鱼二对这个鱼大 他们家采取过一次 就是砸玻璃闹 砸电视这种行为 为什么非得砸 一大家玻璃 而不砸别人家玻璃 这里只能有事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 夜线到场嘉宾江志强律师 情感专家张晓彤女士 欢迎两位 我想先问江律师 他这个到底是自卫呢 还是说过失伤人至死呢 还真是故意杀人呢 算什么呀 首先我们来说这个 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当防卫 那么在我看来并不属于 你看这个鱼二来鱼大家 作这不是第一次 所以对于大来讲 他知道鱼二来砸玻璃 作不是为了要他的性命 这是他有判断的 接着呢 鱼二只是在院子里面 叫嚣说你出来我要整死你 但是并没有一个实际 伤害到鱼大的这样一个实际行为 对于鱼大来讲 他明知道他跟这个鱼二之间 只隔了一个一层窗帘 那么他用的这个器具 很明显目的就是为了防止 或者是说告诉鱼二 不要在这叫嚣 不要在这 这是作了 所以他不存在着一个过失的问题 再接下来看 我们看到当时他案发的时候的 这个环境空间位置 鱼大呢是在屋子里面 鱼二呢是在外面 鱼大反复强调 当天晚上房地里面并没有开灯 那么我们都知道 当时的情景下是鱼二看鱼大不清楚 鱼大看鱼二是清楚的 当他发现叫嚣的鱼二停止了声音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能知道 要么就被扎伤了 要么就被扎死了 而他才觉得行为是不出门 不看任意的放任这种死亡结果的这种发生 直到警方来了之后 他都没有对警方说 是他的二弟弟来作了 他用扎枪扎的这个行为 所以加上这么多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他应该会定义为是故意杀人罪 那就奇怪了 这家子因为是父亲早逝吗 其实是长兄如父 就是像这种关系的大哥 怎么会跟二弟结下那种你死我活的冤仇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于大父亲去世的时候 于大刚刚生下大女儿 当了爸爸 这一年于大二十岁 弟弟于二十岁 最小的弟弟八岁 本身父亲没了 就是没有那啥了 再一个 还有这帮兄弟 怎么叹 怎么叹 那是跟天大爷的一样 这老大都是管我嘛 也不管我嘛 他啥也不是 人也不知道 有活人老大就干了 有活老大就干了 妈妈还跟我招那队 放那羊啊 都走出这百事来的地 已经走走 挣了钱就忙拿活的工 这些人迷了面 长兄如父 原本已经分家单过的于大 成了两个家的大家长 最多的时候 他得负责九口人的吃喝 强大的生活压力 压完了母亲的腰 他对孩子们的管教方式 肥打即骂 于大正好相反 于大心疼这几个幼年丧父的弟弟妹妹 总是尽可能的惯着孩子们 可心疼他们这傻孩子了 这傻孩子让他惯着 我打一下都不行 那年男人捉捉捉 我十六七了 我打一下呢 反正可以打重点了 这咋的 都让我走了 他干啥事了 他做啥了 就讨厌吧 打仗吧 获赢吧 伤个人有没有啊 那能不伤着 伤着也就那么低了 都看我这样 谁咋整的 那当时你就揍他了 就揍他一棒子 搞棒子揍 这大哥就不干了 那意思是他给孩子做饭了 不用我给孩子做饭了 那我走了 我出去打工了 又打半年工 人老大都要离婚了 跟他媳妇俩 他给这家做饭了 还忙中的 半年后 于大接回了母亲 也就是这个时候 弟弟于二 挫了学 日子熬着熬着 就过去了 转眼 孩子们都长大了 到了该成家的年龄 于大又开始张罗 弟弟妹妹的婚事 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的婚假 让于大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于是他除了中了二十赏地外 还到外面 还到外面给红白喜事帮厨 虽然辛苦 但于大很开心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于大发现新婚的弟弟于二 像变了个人 喝酒喝 喝一回就度一回 喝一回度一回吧 就不服天上午 你谁说也说不了 你谁说也送谁饭 因为我上我姨家去 没告诉他了 他出去打包米去了 他打倒了 我爬出来 六七个月 还挺大肚 该出房 爬到屋里头 没跑出去 那第一次打我 我就记住 他喝多了 回来 哪怕是晃荡灾了 你就扶他回来了 回来人家是丑的 你吐啥 您都有 网上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的 孙大胜你吐我爸 就这样是 就骂人家 那时候都六十多岁的 管他叫大爷 我说大爷 你不要跟他一样的 他年轻了喝酒喝多了 完了之后回去 给他这样是 再跟你说一句 完了之后跟他回去 给他整消停了 过三天五天的 再让你那家 也给你赔礼道歉 喝了酒 那就不是人那种的了 那就是说没人性 打他喜别打他啥场东西 就是说那个 你不管哪块 哪个部位他都大 他喜别特别怕他 你就离婚了 都离婚了 还在一起 还过来 你就说你走到哪 我对他长得分 你还得跟我过 我一次我问他 我说那你是 为什么要这样 你是为了找个心理平衡吗 鱼二和鱼二媳妇 是自由恋爱 鱼二媳妇 长得漂亮 人也勤俭 家里人对他评价都不错 鱼二不喝酒的时候 两人恩爱异常 一喝酒就变了样 他不喝酒的时候 从来不说这孩子不像他 一喝酒了 这孩子这么像我 就这样 就跟你这样 就你无力去闹 给你整个心 一整个热的 一整个凉的 一整个凉的 到现在都是 我说你就这也不去 我另一边就也不去 我还整天一喝酒 去耍 我那天就耍了 我说你去 我大事又灵了去 那都不行 不去 鱼二媳妇说 鱼二是个极端敏感 多疑的人 每件事 他都不用说跟你说 就丑这么丑出来 就为人处事 他杠我 他都揭我 你不用嘴说 你就用心丑 用心丑这个言 心可细心 就细心这个意思 就特别敏感 对对 他真的知道 他说这也这么丑 他就杠我 我这个我品 2011年 鱼二去北京打工 安定下来后 他第一时间 给鱼大打电话 让哥哥把鱼二媳妇和孩子 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也没赶上火车 他现在孩子还小 孩子好像三岁 可不四岁 他说他 他媳妇跟我说 他说开零件 说给孩子小 孩子都感冒了啥的 他说开了 那怎么会 一出来开个房间 休息一下 因为有孩子还在睡觉 为什么又去开了一间房 是谁坐得住 我说 我是农村这个条件吗 就是说开一个房间 15块钱 那时候 开两个房间 30块钱 还有孩子 开了一个房间 后来我说 那住一个房间 那你就不发觉说 是这个 人家对方 这是咋想的 什么的 最起码说 都得差十多岁 那就是跟自己 弟兄哥哥 就跟弟弟 自己妹妹一样 你多想那么多 对于这个解释 余大的媳妇没有多想 但余二 却不能接受 他也就是说 认为我和他媳妇 有不正当的关系 不曾经打呀 给媳妇 给大街上打的这么贵的 后头 那脸打得跟媳妇的似的 他脸的大风 风吼了 那头发高的媳妇烂 打电话来 说我可是你弟弟 说你咋能干这事 他说我干啥事 他都招了 完了说 这招什么了呀 说他说什么 你都能信吗 余二找到的证据 还有余二媳妇 跟余大的通话记录 他就拿了 那个通话记录 说是 他就是 我这个兄弟 媳妇在家 那是啥样的 大事小情 自己扛不起来 就什么事 都需要找我们家 那时候我们家 就有他那部手机 就是收拾员了 用车什么的了 我们俩就得去帮着 去收拾员了 或者是说 那个弟弟 有什么活什么的了 就是去干的 这不得需要打电话吗 余大媳妇说 面对余二的纠缠不休 自己也不是 没有过一丝怀疑 你起疑了 起疑了 最起疑了 你怀疑了 你就得去查去吧 你查了 让自己就是 不能信 就是说 自己根本就是说 他不是那样的 我有必要信吗 你查过吗 当然了 那你这些 那你得去感觉一下 你去找找啊 没有找到 那个猪丝马迹是吗 嗯 不久后 余二带着媳妇回了家 将余大家的玻璃电视 砸了个干净 他砸玻璃 我就出去躲去了 玻璃砸了 或者说要钱 不够钱就去整死我 他说的我精神 我精神怎么的了 给他精神损失费 实际上我是什么 我是怎么想的 就是他闹 他闹到整个 就是说沸沸扬扬 那不也没什么好处 但是说这钱嘛 说是给他了 那就让他那啥吧 他找心理平衡去吧 虽然说也不是说别人 说是自己家人 那就是说帮他的时候 不也太多了吗 就让他消灯了就得了 就是是你同意的 还是你喜欢同意的 我们家都同意 这个一旦给了 他应该是什么 他就认为说 这有这么事了 但是我那时候吧 我就觉得 就是要花钱买太平了 就是没想那么多 就纵容他到今天这样了 跟一个地 你说你能干的啥 再说你当老大的 一百年也同胞 你跟他干啥呀 有意思吗 他说这事 他说这事也没什么光彩 是人家超知识 人家笑我们大伙 拿到五千块钱的鱼儿 并不高兴 他连夜搬离了屯子 五年没有跟哥哥 有过任何晚癌 而且还跟媳妇 领了离婚证 离了婚的鱼儿和鱼儿媳妇 仍然生活在一起 鱼儿媳妇挨打的日子 更加频繁 尽管被打得体无完肤 鱼儿媳妇却从没想过 要离开这个家 原因是他无处可去 他这个喜别是咋的 有一个爸 他妈没了 完了之后 他这个爸给他那个大家 他和他那个爸 给那个大家带了 完了之后 这过了以前 这不他都给他大爷 都给他进了大爷手 咱们农村几乎就是说 没有花儿女的钱 比如说冬天结婚了 到来年春天开始送地了 就去跟他说说 是钱砸整拿回去 是给这把买的地儿送地上的 后来他说也不给 没钱你就拿到拿到去 有钱也不给你 那在你大家过得好吗 不好 有多不好 就是不好 在一家别人不是在一家 就不好 我跟我对象说 我不想瞅任何人脸的 故意的 我不想瞅任何人 甚至没结婚是咱 瞅他们吃饭 瞅他们 我都够了 酒后闹事的鱼儿 惹了不少祸 每次都是鱼儿媳妇 拿钱去赎人 小学毕业 靠大零工 维持生计的鱼儿 收入不高 每次酒醒都会心疼 那些赔给别人的钱 他用办活上压力挺大 往来在英文文章买楼 心里压大 他就没想啥气 他以前就是买了这楼 给楼人住的时候 哎呀 这么累 说能不能落下打仗 我说找谁打仗 大家不花钱 就真没花 一分都没花 他就跟各家人看 跟别的从来不 鱼儿把发起了枪口 对准自己的亲人后 第一个挨打的是他的母亲 过年的时候 你看我是听我婆婆说的吗 说我就想杀了你 他说的 你为什么要杀我 杀我 杀我 杀了 他妈就躲了 他就够我 给他们厂子 要孩子气 说大娘你那脸 咋整清一块 嘴一块 我说这 要你二哥打 然后他上场 你给他哥 都有一些胖孩子 这么多年了 他心里有怨气 怨气是 没念书 他可不怨 现在还不怨 女父母还说 他妈应该给我啥了 就怨恨这个家庭 我为什么这个样子 出了这个家庭 几年前 入追到别人家 当上门女婿的余三 因为婚姻生活不愉快 离了婚 带着一个孩子回了家 精神有些失常 他成了余二的 第二个发泄对象 他呢就是精神病 头一次把头 这地方全磕出血了 磕这么长口 一瓦腾血 来炕上躺一大堆血 就爬枪 吵 吵着说 你别吵 别吵 得谁 给那边说啥呢 这是我哥哥他们的 咋都没了呢 没了那都给买上了呢 他说不行啊 这都是我哥哥他们的 这老三这不就他打的吗 从他那天回来 他找他 打电话找他 他就没出去 猫起来就吓得 就又犯病了 他就怕他呢 他就外边 要塞一黑天 要喊一声 他就手就嘚嘚了 就不会动他了 全个大男 让他打的 回来喊他不个辣的 久而久之 在外人眼里 还算正常的鱼儿 就成了家人眼中的恶魔 大家私底下 都叫他二鬼 给我们的老师 打的 头部是要处的 是吗 给这个打鼻孔说一些 他打几 打子清烂天 就跟那个 那鬼似的 就想折磨折磨 你就跟那鬼似的 他那些事 就是说 他们起 给他起个二鬼 眼瞅着好端端的 一大家子 成了这个样子 鱼大心里 很不适滋味 他仍然帮断了 往来的鱼儿 整理废弃的老宅 仍然照顾着 病了的鱼三 甚至还帮着母亲 带鱼四的孩子 不舒服 就是说 我弟弟 跟我不能查的时候 就是这件事 其实前那个 那块吧 我就是说 哎呀 我偷工弟这些事 啥的 我都给他办 也都过去了 但是说 就这个事 就过不去 我心里 感觉特别不难 甚至一颗接一颗臭 敢哭 敢臭炎 还不敢在家臭 不敢在我母亲跟家 于大忌希望于时间 能淡化一切 兄弟们能重归于好 但是没想到 整整五年时间 也没能消磨掉 鱼儿心里的恨意 2017年1月21日凌晨 他再次接到了 母亲的警告电话 他回那天早上 早上他就打电话了 说我要回家 我说那你就回了呗 那放假回家过年纪 然后我说那你就回了吧 你啥也别买 那我还给你买啥呢 我回家我就剁你们两个 就这么一说 就给我吓得瑟了 下班就喝酒 一喝到十几点多 十二点来钟 他就上来回来 就到家都一点都一点 我这家伙又回来坐来了 他说完了 他大哥还笑了 哎呀这咋的了 又回来坐啥 他那么个人电话没怎么料你 他就分下去了 当天就是鱼儿把他家玻璃砸碎的时候 鱼大也真受不了了 鱼大这些年是又当爹又当哥哥 长兄为父 为这个家 为他们老鱼做了很多 但是恰恰相反的是这个鱼二不成心 鱼三让你操心 所以说他这个哥哥也非常累 再加上这个鱼二这把一拙 马上再崩溃这边缘 就做出这种极端的事情 鱼二媳妇说的 你这回你别害怕了吗 这回他死了 你不用害怕 鱼二死后 鱼二媳妇给鱼大出去了谅解书 他们希望能让鱼大早些出来 出来后能继续抚养鱼二的儿子 支撑鱼大家子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那我也想问问小彤老师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大和老二 各自是个什么性格 最后怎么会形成了这么一关系 大家不妨看一下 这里边的家庭身份角色问题 这个家呢 很多年前就失去了父亲 这个大哥呢 就自觉的主动的 心甘情愿的站到了父亲的位置上 父亲是一个家庭规则的建设者 制定者和执行者 而大哥实际上给这些弟弟妹妹 没有任何的制度和约束 反过来我们看看鱼二 他们这个表现 鱼二与外人的接触过程当中 他自我控制能力也低 但是他会碰壁 当他一碰壁以后呢 就会赔人家钱 就捅楼子 那怎么办呢 就是大哥出面去处理 那他往外不能使劲了 他就会往哪 往家里 比如说打媳妇 打母亲 打哥哥弟弟的孩子们 等等的这种行为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什么家庭呢 哥哥以为自己扮演的是父亲 结果完成的 根本就是一个老母鸡的角色 就是一个人家里边吧 特别容易有一个孩子 就是在外边也能勤劳挣钱 然后在家里呢 也爱操心 这种孩子最后是整个家族里边 付出最多的 最没人心疼他儿的 特别闹埋怨 他就像一个家庭标杆 童年期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随着你的兄弟姐妹长大 他们需要独立去生活 但是在这个标杆的阴影影响下 他们总觉得自己被压制了 家庭标杆的树立 可以从精神上树立 而不是说我树立了 就要我去干涉别人 就要我去替别人做所有的事 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当这个大哥 长期以来为家庭兄弟 付出了那么多 他二弟那么欺负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是一枪委屈和愤怒 那一扎枪出去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定带着特别多的愤怒 是的 多年的积怨了应该是 那现在这个人家怎么办呀 一家子兄弟零零落落 每家都一孩子 然后上台一股老太太 我们现在就希望 有一些这种社会的力量 比如社会的这种救助基金 那么对于这种罪犯的亲属的 这种帮助 还有他所在地方的村委会 我们也希望他能不能牵头 或者发起一些 对于他们家的这种资助也好 救助也好 其实更可怕的是 精神上的无能为力 你从那几个孩子的状况上 你就能看得出来 那个老太太会教育孩子吗 所以其实在此 我们一个是呼吁他们基层组织 像这样的特殊特困家庭 真的需要帮忙 不仅仅是捐点钱的问对 恐怕需要在精神上 给点帮助 把那些孩子从一个困顿的 精神的窘境里边 往外拉一拉 特殊特困家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